早半天都是找到英文的说明档 英文说明档读得很辛苦 所以记得第一个就是说 在你的工具选项里面 把语言的部分改成繁体中文 按确定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有一个 底下有一个选项就是 说明底下有一个一般跟线上 预设值有的时候他会问你要哪一种 可是你改了之后呢 你改了之后有的时候你要想要把它改回来的话 那这边我们就可以选择说明底下有一个线上 有没有 我是比较建议我自己这样用 我是觉得可以先尝试本机 再尝试线上 那主要就是反正就在你的Loco 你安装已经有了就比较快 不然每次都要连上网路去 都要等一下下多麻烦 所以大部分先尝试本机 再尝试线上会比较好 除非说你自己没有安装这个help档 不然的话就不要连线 这是一个选项 那利用这个msdn就可以得到很多的解答 而且每一个你会发现像vpcrf 你不知道没有关系 按一个f1 答案就出来了 答案就出来了 他跟你讲说crf就是什么 char13加char10 那char13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enter键 然后10的话就是 这一位 tab键 我记得是这样子 它每一个 还是 这个是enter 那放行质源一般是隐藏起来的 隐藏起来是看不到的 所以这两个串在一起 其实就是一个换行质源 那从这个地方 你还可以去看到其他的 比如说char8 或者char9 等等的 那这边当然就可以 藉由这种方式去学习 藉由这种方式去 每个地方都可以点点看 你只要有问题 就把它点一下 按一个f1 就可以知道 画面帮你各位一下 善用这个MSDN